那最常见的皮肤问题常常就是 脸色暗沉 色素沉淀或是斑点 那这种呢 都跟我们黑色素细胞活跃 造成一些黑色素的累积有关 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可以去打一些像是 脉冲光 近肤雷射 甚至皮秒雷射 去改善黑色素堆积的问题 其中最新的一个呢就是 也是正医师比较推荐的一个疗程选项 精华美丽 G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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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修正美型我最硬 大家好 我是精华美医阵影医师 这一次在自己的FB和IG粉专上呢 都有一些关于这些医美疗程的介绍 大家也可以多多去关注哦 那想要靠医美去改善皮肤问题 其实蕾射是最常做的一个入门选项 那在门诊啊常常会遇到客人问我说 正医师我某种皮肤问题要做什么蕾射才能改善 蕾射是不是做一次就有效呢 那蕾射会不会皮肤越打越薄越敏感 那今天正医师就来针对这些各种问题为大家解惑 那市面上蕾射机台白白种啊 那其实每种蕾射对应处理的问题也不大相同 所以其实还是要针对你的肌肤问题去做选择 以下正医师就针对不同的肌肤问题 要打什么蕾射来为大家做介绍 那最常见的皮肤问题常常就是 脸色暗沉 色素沉淀或是斑点 那这种呢都跟我们黑色素细胞活跃 造成一些黑色素的累积有关 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可以去打一些像是 脉冲光 浸肤蕾射 甚至皮秒蕾射 去改善黑色素堆积的问题 其中最新的一个呢就是皮秒蕾射 皮秒蕾射也是正医师比较推荐的一个疗程选项 名字叫皮秒其实它就是 pico second 它是以1万亿分之1秒的速度去做激发 它在恢复期相对比较快 那我们的皮肤它接受的伤害小恢复期快 这个过程其实你反黑的几率也会比较少 皮秒蕾射呢也是很多人会选择 拿来去除刺青的一个选择之一 那除了斑点黑色素这个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脸上造成肤色不均的一个原因就是红 那红有可能是你泛红 有可能是血管湿 也可能是你长痘痘后的红痘疤 那这些红呢如果要改善呢 就是要针对你的微血管去做处理 那需要特殊的波长去针对的是红 而不是黑色素 有些机器像是脉冲光 那就是我们市面上有时候会听到的M22 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去做处理 那当然染料雷射也是针对血管性的一些病灶去做处理 那相对于染料雷射 那脉冲光M22在于恢复期和伤害上是稍微比较温和 那对于不想要有太多恢复期的人来说是比较一个适合的选择 那此外M22这个机台呢 它本身还有一个痘痘绿片 对于如果你正在生长痘痘的人来说 它有一个特殊绿片可以去抑制我们油脂的分泌 减少细菌的增生 那在短期内可以稍微改善你痘痘增生的问题 那对于未来你产生红豆疤 或是色素沉淀的豆疤 或是凹疤的几率也会可以稍微嫁降 那刚刚讲到麦冲光 它其实不是雷射 它是一种宽屏高能量的光谱 所以它的波长范围涵盖的很广 所以除了可以针对红色去做处理 也其实对于一些斑点也是会有治疗效果 那再来甚至对于除刺青也是大家会拿来做一个使用的机台 再来除了刚刚讲到一些颜色的问题 肤质本身也是大家很在意的问题 包含了你的毛孔粗大 痘疤 凹凸不平 细纹等等 这个的话就会需要破坏力比较强的一个治疗方式去改善这些问题 首先飞梭雷射是可以改善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之一 飞梭雷射它本身是一个气化型的磨皮雷射 会让你的表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创伤 再刺激它整个表皮重新新生 会长出比较平整的一个皮肤 那如果不想要破坏这么强 或恢复期这么长的一个治疗 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就是皮秒的一个蜂巢探头 那蜂巢探头是一个俗称 其实每个机台都有它自己特殊的一个聚焦能量的一个探头 那这个探头的功能主要就是将能量聚焦 打在你的皮肤上会在某个层次产生一个空泡化 这个空泡化会在刺激你的浅层的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在整个做新生 跟飞梭雷射的概念一样 就是一个破坏在刺激新生的一个概念 只是它整个的过程是相对比较温和 然后层次也比较精准 那反黑它的机制其实就是我们的黑色素细胞过度活化造成的 一般有些情形会造成黑色素细胞过度活化 主要就是发炎反应 像你太累 然后皮肤伤害很大 晒太阳等等 都会让你的黑色素细胞活化 那打雷射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刺激 所以当你打的能量过强 恢复期太长 整个发炎反应太强的时候 反黑的机力就会比较高 那另外还有跟个人体质有关 像是如果你是属于长的是肝斑 顴骨斑这一类 然后以及你本身就是肤色比较深的人 都会比较容易反黑 反黑的预防 一般我们打完蕾射后会建议 你可以吃传明酸 或是多补充有维生素C的食物 可以稍微有一些预防反黑的效果 那大部分的人反黑都是暂时的 只要你后续有做好防晒 然后有做一些例如药物的治疗 其实都会改善 其实所有的医美疗程都是一样 你适当的做大部分都是有好处 过量的做可能就是会有坏处 所以如果你在固定的区间 适当的区间内固定做雷射 不会让皮肤变薄 基本上如果像是你做的是 皮妙雷射里面的蜂巢探头 它甚至会让你的真皮层真厚 并不是让你的皮肤越来越薄 只是说不管是什么疗程 次数都不能过多 能量都不能过强 的确能量的强度 有时候跟疗效是成正比 但是如果超过了你的组织 可以承受的范围 就会变成一种伤害 例如你在针对斑点做施打时 能量很强的确可以 很快的把那边的黑色素打掉 但是取而代之的 它是会造成一个伤害 那你的恢复期延长 发炎反应延长 之后这个扫掉的斑的区块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更深的一个反黑 那或者是它会变成一个 黑色素细胞缺失的一个反白的皮肤 那在美观上都不是很好 那另外如果是针对凹洞毛孔这个治疗 你能量开很强 开到都打的都到处都流血 可能恢复完你的皮肤 的确毛孔缩小效果很好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区块会有色素沉淀 因为它整个的破坏性太强 就变得很像之前打飞缩雷射的一个概念 理论上是因为夏天的紫外线的确比较强 可是这其实还是取决于 你有没有做好防晒 如果你在夏天的防晒做得很确实 那并不会风险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在冬天啊 因为觉得太阳没有很大 就完全不差任何隔离霜防晒 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接受到一定的紫外线 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反黑的几率 甚至会被你在夏天一直在防晒的状态下要更高 所以并没有哪一个季节一定是特别适合 只有你自己有没有照顾好的问题 对于今天的影片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然后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